剛剛說明明說我住的是在醉山寺這邊 日本首相的阿部完全不斷了 剛剛有看到日本首相說污染水的問題已經全部封起來了 那個是一個很大的謊言 現在每天還在排放污染水 剛剛影片裡面提到的是2013年 2013年2月的時候有三個得到甲狀腺癌的18歲以下的害痛 那到2013年年底的時候已經有74位了 每天每天都在增加 這張圖是那個得到甲狀腺癌的 分布的就在哪一個市的那個圖 那個21個人的那個就是駿山市 剛剛說的 人特別多就是 21個人和12個人那些都是他剛剛政府說不需要避難安全的地區 在30公里圈外的這邊發生這麼大量的甲狀腺癌的人數 政府說沒有問題的話應該沒有人會得到甲狀腺癌吧 而已經出現這麼多人得到甲狀腺癌了 但是政府卻還是否認了 他是因為核災就影響的 有很多人的診癌 醫生有一個很有名的那個醫生他出來說 那是因為之前發生核災之前 大家都沒有做身體健康檢查 那發生之後政府要求每個人都要去做甲狀腺的檢查才查到 所以這些得到甲狀腺癌的人 是原本就已經得到癌症的人 33名の子供がもうすでに手術をしました 這74個小朋友裡面有33個小朋友已經有做了就是甲狀腺的手術 切除的手術 でも手術をしたことを他の人に言ってはいけない 但是做了手術的這件事情是不能夠公開的 なぜ言ってはいけないか その子が大きくなったときに就職仕事につけなくなるとか だから子供のためをもって言ってはいけないよとお医者さんが言います 医院的医生跟他們說 你們做了甲狀腺的切除手術 是不能夠告訴別人的 因為你們如果說出去的話 之後你們成年的時候去找工作 人家會因為你以前有這個病例而不採用你 でも本当はそんな理由じゃない 言われたら困るのは国だったり医者であったりいろんな偉いとか 但那也不是事實 實際上是因為如果他們出來講的話 大家就會懷疑政府懷疑医生的原本說沒有事的這個講法 甲状腺癌だけじゃなくて心臓の病気も増えています 除了甲狀腺癌之外心臟病 チェルノブイリでもそうだったように 最初に亡くなる人が多いのは心臓心筋梗塞とか心臓の病気です 車路鼻河災的時候 其實死亡人数最多的也是一開始發生爆發最高的也是心臟病 私の福島にいた知り合いも3名亡くなりました 我的朋友已經有3個人 因為醬子已經死亡了 皆さん突然死です 都是突然暴斃的 突然死のニュースは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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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増えています 現在日本非常多人突然死掉 突然暴斃 他にも映像に出てきた鼻血がものすごく出て 剛剛在紀錄片裏面也有媽媽說 小朋友會流鼻血的狀況 流鼻血它並不是普通流鼻血 它是大量的流 子供の目の白内障視力が落ちる白内障 小朋友會得到白内障 目のお医者さんは患者さんがいっぱいで 予約がいっぱいで なかなか見てもらえないぐらいになって 現在福島的眼科都是爆滿的 私の福島にまだ住んでいる友達は 匂いもしなくなり 何を食べても味もしなくなりました 我現在還有朋友住在福島 他說他已經失去了味覺和嗅覺 病院にいても原因不明といって 検査ばかりされて わからないわからないと言われていました 去医院做檢查 医生也是做了很多 他做了很多檢查 可是最後還是查不出病因 それで私のところに 台湾に行って お医者さんに見てもらいたいと言って やってきました 然後那個朋友 他來台湾就医 台湾の中医中医さん 他去看了中医 に見てもらいに行きました そしたらそのお医者さんが 原因は放射能です 去看中医之後 医生說 你的状況 應該是被不射線影響的 あなたはこのまま いたら死んでしまうから 助かりたいなら そこから出なさいと 医生說 你如果 繼續待在 這樣子的環境的話 你可能會 接下來 漸漸的死去 所以應該趕快 離開那個環境才行 それまで もしかしたらそうかなと思ってた 友人は 台湾の医者に言われて 決心して やっと福島から 引っ越す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朋友原本 也是很懷疑 到底是不是 福生線影響的 可是 因為被医生講 以前 一直都沒有辦法 下定決心 但是這次 看了医生之後 医生告訴他 他才下定決心 多くの病気 中学生が白血病で入院しています 高校生も白血病で入院しています 現在 已經有很多 國中生 還有高中生 都因為得到白血病 住院的 とても病気が多いです 生病的人非常多 子どもの病気で 亡くなる数も どんどん増え続けています 小朋友每年 會因為生病死亡的人数 也是逐年增加 これは福島県の地域の新聞です 這是福島県的報紙 亡くなった人の名前とか が出る欄なんですね 喔 是浦文 原発が爆発する前は こことここぐらいの数だったんです 和在發生前的時候 浦文欄頂多是兩欄 兩行 毎日毎日増えて どんどん足りなくなって 一般になって 每天都不斷的增加 現在已經超過一整面了 で 若い人が増えています 24歳 而裡面讓人看的 觸目驚心的是 有二十幾歲的人 37 41 44 46 非常多 非常多年輕的人 就已經死去了 とても 友達はお葬式で 忙しいと言います 我的朋友說 他現在每天 在福島都有非常多場 常常都有非常多場 商禮要去參加 近所の人がよく亡くなるので あっち行ってこっち行って そうしよう やっぱり 多くの人が減ってる お腹の中にいる赤ちゃんに異常があるかどうか 調べるために福島県は 那除了原本的羊膜穿刺檢查之外 不倒就是趕快倒入了另外一種血液檢查 是為了檢查那個有點激情 或是就是懷孕異常的這個部分 現在婦產科外面的警衛都變得非常多 然後如果你不是孕婦要進去看病的 或是就其他的不是孕婦就不能進去 那福島的女生高中生或是博中生 就很多人擔心說 我因為是福島人 所以我以後可能沒有辦法結婚 沒有辦法生小孩 現在福島還有住很多人喔 大家其實出來避難的人沒有那麼多喔 那報紙除了剛剛那些之外 還有鋪文之類的 現在還有各地的小學 還有各個地方的福聖縣兩職 每天都會公布在報紙上 甲状腺癌が増えていると言いました 癌が増えるということで なぜかこの癌のお話といううちらしが 小学校で子供たちに配られました 現在看到的這張文宣是在小學裡面 包放給每一個小朋友的 将来クラスに二人に一人はがんになると書いて 上面寫著說 癌症是我們的國民病 一個班級裡面有兩個人之中 就會有一個人得到癌症 ちょっとこうボケてるんですが 三人に一人は死にますって書いて 圖片裡面的黑板上面寫著說 三個人裡面會有一個人 因為癌症而死 こんなものを小学校の先生が 生徒に配るんです 小さなものを小さな こういう資料は 教育の中にも小さ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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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う思いませんか でもおかしいと だんだんみんな感じてないんです でもおかしいと だんだんみんな感じてないんです 毎日福島県のテレビ番組の下には いろんな場所の放射線量があります 福島只要打開 在福島只要打開電視 下面就會有跑馬燈 跑著各個地方的 被要的輻射線量子 原発が爆発した後 テレビもラジオも 福島県の番組だけ 内容が違いました 而 福島核再發生之後 福島線的電視 還有廣播 是跟其他線的內容不一樣的 大丈夫だという内容です 他都是在講述說 現在是沒事的 安全的 這樣子的內容 その後からずっと 放射線量が出て 他雖然一直說是沒事的 可是他卻在電視裡面 一直播放著輻射線量 うなぎのかばやき 不管是美食節目 還是什麼節目 像這個就是在介紹那個 鰻魚 全然関係ない番組の下に 放射線量が出ている 任何節目下面 都會跑著 不射線量 これは私が住んでいたところの町の公園の前に これは私が住んでいたところの町の公園の前に 這是我住的那個 附近的公園 入口出 入口出 會有一個牌子 ここに小学生より小さい子供は 利用はしないでくださいと書いて 上面寫著 小学以下的小朋友 不可以來公園 中学生ぐらいだったら 一日 一時間ぐらいだったらいいかな って書いてある 国中以上的 學生 或者是大人 一天只能來一個小時 中学生ぐらいだったら ここで遊んでたら もう一時間ぐらい早く帰らなきゃ 出なきゃ そんな そんなとこ 安全 安全な場所 所以 大人 連大人一天都只能來一個小時 這種地方還能夠買い嗎 こんなところがもう街中にあります 這樣子的那個警告台 再到處都有 これはさっきも映像に出てきた ガラスパッチって言った 這小朋友佩戴的這個是 剛剛在影片裡面有出現的 不順先量的累積 福島県の子供は これを付けて生活するように 配られている 每一個小朋友都會分一個 那他們就是要24小時佩戴的 這個 これは放射線量が高いところに 子供が遊びに行った時に ピーピーピーとか 教えてくれるものではありません 他並不是 他並不是 像核電廠的員工那種 你累積到一個量的時候 他就會緊次 會繳的那種 他不會繳 他只是一直測 你身上的伏射線量 ここの中にたまったデータが 自動的に国や病院政府に流れるだけ 而小朋友自己和父母 他們自己也看不到那個數據 那個數據是直接傳到政府那邊的 この子が危ないかどうかを助けるものではなくて データが欲しいんです 所以那個並不是會救那個小朋友的東西 他並不會救他 他只是為了統計這個人 就好像在做實驗一樣 統計這個人身上的數據 町の中にこんな除染をしましたという看板があちこちにあります 那在就是市區裡面到處都有這樣子的牌子 他寫說已經除屋了 この除染っていうのは水で ジャーって流してゴ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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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って 那除屋的話 像那個下面有貼子端的話 他只是在上面用水沖一沖而已 あとは土を取ったり草を取ったり 如果說有那個土壤或是草地的地方 他就是會把它挖一些 然後可能是幾公分把它挖起來 那樹的地方就是把它樹減一減這樣子 ここを水で流してジャーって上がったら ここは下がります放射線量 在AD 這邊如果用水沖了之後 AD 的輻射線量子會下降 でもその流れた水がこっちに移動したら 今度はこっちが高くなる 可是這些水流到另外一個地方流到VD的話 那VD 的輻射線量子 又比原本的高了 またそこが高くなったからそこを洗ったら 今度こっちに流れてきたらこっちが高くなります 如果VD 很高的話 他們又去衝VD那邊 衝到另外一個CD去 永遠に終わらない 所以那個輻射線 那個是不會消失的 水で流す前 4.5マイクロシーベルトあります 他寫儲物前是 用水就是 灑在那 用水就是噴那邊之前 4.5マイクロシーベルト これはとても高い数字でとても危険です 那個數字非常的高 でも 水を流したら0.28になります 那用水就是噴 掃布那邊之後 變成0.286 4.5から0.28になったら おっ 下がった 大丈夫 と錯覚します 大家都會有錯覺 4.5變成0.286 金降非常多了 数字のマジック 但是 字好像只是對人民 就是 噴的魔法一樣 この0.28はとても危険な数字 實際上0.286 是很高的數字 爆発する前は 0.03とか0.04 とか そんなものです 而在發生前的 一般的測到的數字是 0.03 或是0.04 そんなので どんどん 訳が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くる 所以 大家已經不知道 現在這樣子的數字 還安全嗎 除屋之後 這個還叫安全嗎 さっき言った 除染者 土を取ったり 草を取ったりしたものが 放射線量がすごい高い 危ないもの こういうビニールの黒い袋に 詰めます 土壤或是草地 或是樹葉 除屋的東西 就是 装走黑色塑膠袋裡面 持っていくところがない 但是却沒有一個 可以放置 這些塑膠袋的地方 合適的地方 毎日毎日 黒い袋がたまっていきます 黑色塑膠袋 這些儲物的東西 只是每天 愈愛愈多而已 ここの建物は学校です 而這些塑膠袋 他放的地方 像左邊那個土 他放在一個小學的旁邊 ここはまだ子供たちが 学校に行ってる学校です 每天都會有小朋友 去上學的地方 でもこんなにも 今はもう段々にも 現在 已經比 這個原本的一層還多了 已經堆了好幾層了 この袋は耐久が3年だと言われ この袋は耐久が3年だと言われ 而這些塑膠袋 只能耐 就是他壽命 只有3年而已 もう今3年経ってるの 破れて中身が出てきて 現在 從發生核災到現在 已經3年了 所以其實那個 塑膠袋 已經開始破損了 こんなのが福島県の 家の近地とかも いろんな所にいっぱい 這樣子的黑色塑膠袋 不管是在家裡的旁邊 或是附近 都很多 おかしいでしょ 很奇怪吧 この袋 国会とか 安倍の家の周りとかに 送っちゃえばいいのに って思いませんか 這些袋子 應該拿到 首相安倍的家 或是拿到 國會 あの袋 で占領しちゃえ って思います 應該用這些塑膠袋 去占領國會 台湾は立法院 学生が占領しちゃう 日本はあの黒い袋 で占領だ 就像台湾的學生 在領域法院一樣 ここも普通の住宅です ここも普通の住宅です 右面 這是普通的郭宅 的旁邊 住んでるんですけど ここに 那個 黑色塑膠袋 他們再用一層 藍色的 把它覆蓋起來 これは 郭山の映画館の入口です 這是在聚山市的電影院的入口 毎日映画館の職員が 自分の線量計で測って あ 電源管が この数字 是 電影院的員工自己去測的 毎日 手書きで書いて 毎日 每天都會去測 實際的数字 然後手在上面 こうやって危ないのに 子供たちも入ってきて 遊んで 像剛剛 找的黑色塑膠袋 外面 突然又有用一層藍色 帆布蓋起來 可是 沒有人說是危险的 政府說是安全的 所以小朋友 就離這些東西 這麼近 放射能は 体の 体も悪くなりますが 人間関係も壊します 而 浮射線不但是 會造成人的疾病 也 人與人之間 人際關係 採散 核電は 建てる時も 事故が起こっても その後も 人間関係を壊します 核電廠 從要蓋之前 的時候 他就因為 發放的那個錢 的問題 已經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離了 而現在發生了 核災之後 就再一次的 一つは お金です 因為錢的 錢 發的錢的不通 ここら人たちは 賠償金が ちょっともらえます 只有在30公里圈內的人 可以拿到 錢 拿到賠償金 ここら辺は大丈夫だと 最初に言った ここら辺は ここら辺は あります 30公里圈外的人 是不能拿到 任何賠償金 でも ここの人たちは もう住めないから って言って ここら辺に 住まわされてます 30公里圈內的人 他們因為 政府要求 他們避難 30公里圈內的人 都搬到 30公里圈外 この辺の人たちは 何も自分はないけど こっちから来た人は お金をもらってる 30公里圈外的人 覺得 他們也 他們也有受到 核災的影響 為什麼他們 一毛錢都拿不到 建てる時 もお前ら お金もらっただろ 事故の事故が起こって こっちも迷惑してる なんでお前ら お前ら 金がもらえるんだろ 就只好 住在30公里圈內的人 在核電廠 要蓋支欠的時候 有拿到 補償金 那發生核災之後 也只有他們拿到錢 3年経って 30キロ圈の 危ないところも 解除し始めました 在到 3年的時候 日本政府 說 他們那個 已經解除了 就是要求 病院的區域 已經解除了 要求30公里圈內的人 也 搬回來住了 オリンピックもするから 避難している人が いっぱいいると 安全だということにならないから 早く返したいんです 因為日本之後 要舉辦奥運 所以不能夠 有任何一個 污點存在 不能夠讓 有一個什麼區域 好像是不能住人的 でも 安全になってるかどうか 分からない みんな不安だから なかなか 帰りたがらないから 早く帰ってきたら 90万あげるよ と 政府が言いました 而担心 那個區域 到底是不是 安全的人 還很多 所以 沒有很多人 立刻回去 這個時候 政府又再次 寄出一次獎金 如果現在回來的人 可以給他90万日幣 但是 如果你不是 立刻回來的人 之後就拿不到 就只有現在 說了這個期間 回來的人 才拿得到 壞れるのは 家庭も壞れます 不是只有 我們家 和隔壁家 有拿到錢 我們也拿到錢 的吵架 每一個家庭裡面 因此 八分夫妻失和 他母親が 子供を危ないから 子供を連れて逃げたい でも お父さんは みんな逃げてないよ 何言ってるんだよ 大丈夫 結果 媽媽 媽媽她覺得 小朋友還很小 很危險 想要帶著小孩 去避難 可是 先生可能說 可是我們知道的 有我們鄰居 也都沒有人去避難 不需要去 父親が子供とにげたい 他母親は 大丈夫じゃないの 也有 那種 就是先生覺得很危險 想要帶著孩子 去逃的 可是太太卻不同意 でも 毎日毎日喧嘩になります 每天都為了 到底要不要 辦假的事情 吵架 避難したい 頭がおかしくなった じゃないの だったら その言われますか 像那個 沙子小姐 也被他先生 說 你是不是頭脳的問題 因為他說 他想要帶著小孩去套 それで喧嘩になって 段段 こう エイとか 後來 有很多家庭 都因為這樣 遭受到 家暴 突然 引發 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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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 他們已經有這方面的知識 或是從網路上看到 直射線危險的情報 自分は心配だから 逃げたいけど お母さんやお父さん 大丈夫 大丈夫 みんな偉い人が大丈夫 国が大丈夫 って言ってんだから 何言ってんの と 小伯母 小伯母 就算覺得很危险 想逃 跟他們父母說 父母有可能會說 可是政府沒有說是危险的 那 你們 不讓你們逃 因為他們自己沒有經濟能力 政府が大丈夫だと言うし お医者さんが大丈夫と言うから 危機感の違いが大きくなる 因為政府和 他找了有名的那個医生出來 跟大家講說是安全的 所以導致大家在這種認知的危機感上面 認知差距很大 これは一年後に福島県の人たちが あっちこっちに避難した 大まかな数です 這是在2012年的時候統計的 從富島縣到其他的 在日本國內避難的人數 日本国内福島県だけじゃなくて 関東から東京からとか 日本から脱出する人も増えている 除了福島之外 也有住在關東地區的 比如說東京的人 有很多人去其他地方避難的 要到國外避難的 多いのはマレーシア 人數最多的是馬來西亞 台湾にも私たちのほかにも 台湾除了昌子小姐的家庭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家庭是跑來避難的 あまりみんな避難するとは言わないのでわからない 但是大家都沒有 都不會講說他們是來避難的 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 政府安全をピース 知だまー 你們知道這個是誰嗎 ジャニーズ 是傑尼寺的東京 這個團體 こういう人たちを使って 福島県のもの安全だ 食べろって言うんです 日本政府找了很多藝人 很多團體 來就是宣導說 我們要吃福島的食品 放射性物質が検出されてても安全だと言います 即使那個食品減少就福射性量很高 他們還是說那個是安全的 給食所の子供達の給食所からも 他の食物が出てきて 而無法做選擇的 小朋友在學校營養午餐裡面 也有宴出含有福射線色 海に汚染水が毎日出てるから 魚は危ないとみんなが酒出したからか 魚をもっと食べましょうと文科省が出しました 而浮射水不斷的每天排出到大海裡 可是文科省就是那個教育部 日本教育部卻宣導大家要盡量多吃魚類和海鮮 植物或者是蟲他們發生 那個就是受到浮射線影響的那種變化是比人類還快的 這是我朋友在東京的近乎的朋友 在自己家的垃圾裡 我第一次拍照 上面的圖片是我的朋友 他住在東京的主邊的那個旗域縣 他說他們家的柿子書第一次 核災之後才長出這麼多畸形的柿子 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 整棵柿子樹全部的柿子都畸形的 右邊的圖面是福島的水蜜桃 野菜とかが巨大化する 大 青菜也都變 因為吸收了福生鮮 所以也都變得非常的巨大 山馬も大 秋高雨也變得非常的大 どんどん大きくなる ゴジラが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ず 有可能會出現酷斯啦 水道水からもセシウムが出てくる 日本的那個自来水是可以直接飲用 那他裡面測出了色 福島以外のところも高いです 不是只有福島 不是只有福島 才受到污染 これは放射性物質が たくさん検出された食べ物を 標にしたものです 這些都是容易吸收福射線的食品 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特別注意就是 大家常吃的香菇 あと お茶 還有就是茶 抹茶がとても危险 日本的抹茶非常危险 日本抹茶の お菓子がたくさん売られ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 在核災之後 日本的抹茶所製造的 甜点 或是零食 非常的 就是大量傾銷到台灣 抹茶チョコリ 抹茶ピッチリ 抹茶ピッチリ 抹茶巧克力 抹茶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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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抹茶は非常危险 因為它直接 它不是葉子去泡在水裡面喝而已 它是直接把葉子弄碎了 然後你直接 它溶解在茶裡面 所以你是全部吸收的 多分以前よりも便宜な値段で 安い値段で出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います 在日本 不熱鮮料 沒有辦法通過的東西 因為台灣的基準 是比較鬆的 所以他們全部都請消耗台灣了 那現在台灣的抹茶食品 也都變得相對的便宜 所以大家應該要特別丟問這個部分 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儲物作業的部分 雖然它不可能消失 可是他們還是不斷的在募集作業員 在日本に住んでいる ブラジル人の求人公国 他們也找很多外勞 來做這個部分的工作 普通のお母さんがこんなカッカッと感じている 而右邊那只是普通的 又是人的媽媽 他們穿著雨衣 在做出入的工作 非常危険 這是非常危険的 這是非常危険的 安全提供 政府為了宣導說 現在福島是安全的 也會辦一些 就是為了宣導安全的活動 像左邊那個是 他說小朋友 Disco 來跳Disco 然後把福射線 從身體裡面跳出去 不吹飛了 但實際上那些福射線 根本就出不去 在學校的授業 放射線 是身近的地方 大丈夫 在學校裡面 也增加了 關於福射線的 教學的內容 可是它是告訴大家說 這些福射線 都是存在一個環境中招的 所以不需要特別去 感覺到危険 石頭也出了 而且 那邊 世界上有 放射線 就從 比如說 一些石頭 或什麼 一些自然的 自然界的東西裡面 也都會有放射出一些 浮射線 但是 自然的物 人工的物 是別的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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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實際上 自然的那些東西 釋放出來 浮射線 和人工的那種 和電廠那種 有這些事情 是不一樣的 還有 大學生 乘搭 全國的巴士 乘搭 女性體驗 那 有太早 那個是 現在是 在日本 國內 就是 找大學生 來報名 但是去 福島那邊 儲屋的 志工活動 這間 福島 住在福島 在福島 到福島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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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月 上個月 有那個 就是在 台中的 豐原高商 去 那個福島那邊 就是做 畢業旅行 那他們 很適合去寫住 一些 志工的 就是他們的行程裡面 有一些 志工的那些行程 為何會來的 朋友們 被爆旅行 成為 我在福島的朋友 覺得非常驚訝 怎麼會有人 來這邊 畢業旅行 調查 去年 去年 高雄 有另外一個高中 有去 然後 來自台灣 的學生 進行 進行 政府 去 視察 去 看 好像 是之後 台灣要跟 福島那邊 做什麼 合作 就是 觀光促進觀光 所以 其實台灣的官員 也有去那邊 視察 世界中 的 人 福島県 是台灣 而已 會帶這些 年輕人 去福島的 全世界只有台灣 而已 對 台灣 沒有 大師 報道 所以 大家都 不知道 這是 對 年輕人 健康 會很大 傷害 的行動 大家都會覺得日本是一個很好的國家 可是實際上不是大家想像的那樣 日本政府說了非常多謊言 如果像我這樣子告訴大家說其實實際上是怎麼樣的情況 什麼東西是危險的要注意這種會立刻被政府鎖定為危險分子 那時候我決定帶著小孩去避難的時候也有很多人或是有匿名的信來攻擊我說你是被叛者 大家都認為說他是阻礙日本政府復興就是這個國家復興的反日運動者 但是 默默 但是 我覺得 如果 我 因此 害怕 不敢說的話 那就沒有人知道真相了 台灣 不想要福島 我不想要福島 我不希望台灣變成跟福島一樣 所以